我们都知道球类运动肢体接触比较多 容易导致运动员情绪的不稳定 所以赛场上经常会发生各种冲突 2015年10月的亚境赛期间 中国南兰对阵伊朗南兰 在这场期待已久 火药味及浓的比赛过后 意见连位队友赵纪伟怒推哈达迪的画面在网上疯传 但要论中国队最具血性的一位球员是谁 恐怕很多人都会选择小李飞刀李南 这个曾经的国家队队长 曾在队友被欺负时多次挺身而出 2001年亚境赛 中国队阵黎巴嫩的比赛中双方爆发料激烈冲突 当时还在场下休息的李南 看到之后立马拿起料手边的一把剪刀就冲料上去 来势汹汹的李南不停挥舞手中的力气 还不时用脚去踢对方的身体 黎巴嫩对原剑状立马没料脾气 落荒而逃 从此以后 剪刀就一直成为料 小李飞刀的又一层含义 以上的剪刀